今天很開心收到一雙厲害的東西 這雙就是 Off-White Dirt Tank 第一代的Faber Max 還有行貨 有Nike Labadant 其實今天買一副鞋大家都會很擔心 很容易中招 給一些資訊給各界的潮人 去幫忙去分針 我歸立了幾個重點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我會從鞋的外圍去檢查 第一部分我會先看鞋身的口 先看顏色 真貨的鞋扣是比較淡紅色的 而假貨是比較鮮色的 第二就是上面的字 真貨是比較淡白色的字 而正貨的白色會比較深色 第二部分我會參考鞋內側字體部分 你會看到在FINET面上的字體相對淺色很多 而下身部分也有一些像印刷模糊的效果 而假貨呢 其實它相對地整齊 沒有這些模糊的效果 第三部分就是看鞋尾 在FINET面上的字體顏色 而真貨來說 它的顏色是相對地暗很多 相對假的就會比較鮮色的 第四部分我會看鞋尖 而假貨的底色是相對地淡淡色的 還有鞋尖上是有膠水質的 而假貨其實是相對地深色一點的 就是藍色的鞋尖 以及是沒有膠水質的 再看鞋內的車線的部分 你看到真貨會印著10T的字眼 而假貨呢 它只是有數目字 好 第二部分就是看鞋內的車線 以真貨來說 你會看到它的車線密度是很公正很一致的 而假貨呢 你就會看到它相對地較臭密 除了剛才說的幾個部分之外 坊間還有一些地方可以去分辨的 例如是橙色旗 但個人認為 其實因為LIKY的質素 其實都是普通的 每一支旗的尺寸也有少許不同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用這個作進的 希望以上六點都可以幫到大家 去分到一個基本的真偽 希望大家可以用合理價錢買到心頭好